第179章 终身难忘的一刻 在芸汐再三提醒之下 穆菲池才答应韩婉琳的事情让她自己亲自处理 虽然不放心 可穆菲池也很想看看 她一个还没站稳脚跟的小丫头骗子 要怎么对付四大家族之一的韩家 再不计 不是还有她在后头替她撑腰吗 枪支气泻热于关过了 李子兰丝毫没有给她放松的时间 趁着穆菲池打电话的空隙 拎着的衣领直接把她扔到了埋了N颗地铝的野外 芸汐一脸猛逼 诺大的旷野看着平坦 可她很清楚李子兰的魔性 她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把她扔在这里 唯一的可能 一想到这看是没有任何危险的地上 每迈出一步都有可能踩在地雷上 她整个人都无法淡定了 她现在完全没有任何排雷布雷的基础 李子兰就这么把她扔在这里 也不怕她被炸死 周遭围观的冯瑞和齐元 见着都忍不住倒抽了口冷气 拼了命地用眼神示意自家少帅 穆菲池一转身 就看到站在雷区的身影 也顾不上还在讲电话 直接把手机扔给齐元跑了过去 李子兰你疯了你 她一点排雷的基础都没有 你竟然 穆菲池一脸冷力地瞪着李子兰 绷紧的神经 看向站在雷区的身影 她不敢想象 她一旦踩在雷上会有什么后果 李子兰的布雷功夫不在她之下 谁知道她会搞出什么幺蛾子来 芸汐也不敢动 毕竟自己是真的一点都不懂 枪支和手榴弹她有点基础 可是排雷 这种精密仪器 她压根一点都没学 站在那里别动 我过来带你 穆菲池谋色阴沉 转紧了手 俊脸紧绷 如同濒临爆发的火山 充斥着害人的气息 穆菲池刚把桌子上的排雷器具拿到手 李子兰已经踏上了雷区 完全不给她任何救人的机会 走在云七身侧的某个地方就停了下来 少帅 护犊子可不是你这么护的 没有那个胆识 学什么排雷 李子兰半侧着身子 看了眼正要走上前的身影 抬手阻拦她 我现在呢 脚下就踩着一颗雷 你要是过来 我就抬脚 面对某人那杀人的眼神 李子兰一脸无味地拍了拍芸汐粉嫩的脸蛋 我脚下这颗爆炸式的地雷 很有可能在顷刻间 就把我跟她炸成碎片了 木飞池拧着眉 脸色异常阴沉 就连挑衅她的李子兰 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果然 暴君不能轻易招惹啊 一扯到这丫头的事情 她大爷就没有一丁点的理智 这要是被敌对方拿来当威胁的筹码 十个特战队都不够她拿来收拾烂摊子的 木飞池脸色一沉 你威胁我 从来不受威胁的男人 今天尝到了被人揪着软肋的滋味 不算威胁 只是提醒 你懂我这话的意思 包括今天 她对黑白两道下的命令 一旦这丫头成为她们的目标 她走到哪里都不安全 木飞池怎么会不懂 她话里的提醒和警告 她从未想过 要把这丫头推到封口烂肩上 哈瓦林的事情不是她的责任 任何踩到她底线的人 杀无赦 在那站着 别过来 这只是她应该学的第一课 你当年教我学排雷的时候 可没有今天这么怜向西域啊 李子兰轻哼了声 转头看向芸汐的时候 很快换了一张妖媚的笑脸 子兰教官 你这一刻 我估计 我会终身难忘 就是要让你把脑袋 寻在裤腰带上 你才会懂得警惕和小心 李子兰把手里排雷的器具交给她 开始吧 我说 你操作 你łe zie我 哦 我会议计判你 你以前时尾臣子 一直在看似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